过去销利于兄弟相 人称万能先生的李文川 在结束职棒将近13年的生涯后 没有离开球场 回到家乡贾一世 在基层棒球默默付出了将近20年的光阴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当年兄弟在1990年 收下对此第一胜的时候 李文川教练许下了心愿 而在圣诞节这一天 李文川教练带着嘉义名声棒球队 参加台北城市碑青少棒 他们克服了开局早早陷入1比4落后的困境 最后倒持甘蔗 反倒以8比4逆转成功 而最大的工程除了敲回胜利打点的 右外野手赖冠为以外 在六局上半 一半扛出场内全力打的苏崇佑绝对功不可没 其实打击前设定 就是因为当时对方有加一个暂停 然后我有去找GEN讲话 然后GEN就是叫我放轻松 然后自己想打什么球就打什么球 放轻松去打 我闹过脸的时候看到GEN的手没有停下来 一直叫我一直跑 然后到最后就跑出场内全球打 正所谓名师出高途 李文川教练过去带出过刘宣达 刘崇胜 廖建復等职棒球员 而现在这批小球员 同样也是各个身怀绝技 在落后的比赛中 展现出KANO这种勇不放弃的精神 相信这也是李文川教练带给他们 除了球技以外最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来提鱼台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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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